地处鹿江大峡谷之中的云南省鹿江利宿族自治州福贡县劳姆登村 被称为云端上的村庄 挂在峡谷半山的劳姆登村里 时不时便会传出轻快的歌声和乐声 生活于此的鹿族、利宿族、白族等民族载歌载舞 给原本寄聊的大峡谷增添了不少乐趣 寻着歌声 记者走进村庄中心的小会传席馆 战俘江小春怀抱怒族的四弦唐波乐器达比亚 妻子詹小慧口弦利宿族的短笛与口弦 情色和谐 为远道而来的游客表演劳姆登之夜 怒苏少年叹 怒族酒歌等民族歌谣 江小春与张小慧是劳姆登村民 一位怒族一位利宿族 因为热爱民族舞乐走到一起 为什么要做这个传席馆呢 其实就是想把我们这种非常优秀的民族文化给它传承下去 你看特别是我们怒族 我们也没有文字 所以历史的长河里边 其实我们都是靠口口相传和歌声舞乐来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跟我妻子我们现在会唱会跳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形的飞翼也好 无形的飞翼也罢 我不想把它给它再把我们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传给它弄丢了 老姆登之夜是这对夫妻创作的一首结合民族音乐和流行元素的歌曲 有了这首歌后 夫妻俩就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把村庄馆场改造成老姆登之夜民族文化集市 每当夜幕降临 村民们就会集体演出 各民族歌舞轮番上演 其间有怒族达比亚舞 名歌《乌德德》 利宿族的口弦乐等飞翼表演 最后在村民的盛情邀请下 游客们纷纷加入其中 围着篝火齐舞 嗨一场达比亚舞后 游客整壁罗雪山而居 半怒江而眠 住在云端上的村庄老姆登的客栈里 人们可近距离观想 气势磐礴的峡谷云海奇观 曾经的老姆登极度贫穷落后 前些年 中国脱贫攻坚汇聚人力财力 改变了包括 陆江州在内的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面貌 陆江大峡谷内交通 电力 通信等各方面基础设施 得到极大改善 为当地发展旅游创造了条件 玉武林是老姆登 第一个经营客栈的人 亲身经历了这里的巨变 我们就是通过做旅游这个形式 有了整流量 我们当地的茶叶 核桃 蜂蜜 这些都卖给游客了 不需要以前要背到集市上去卖 到镇上去卖 县里面去卖 然后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就业的渠道 现在我们整个村子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 但是客人多的时候 我们还要请村里面的人 村里面的人来帮忙 现在我们的客栈两个店加起来 还多余地招了十个人来这里务工 就是解决了一部分的就业问题吧 难以想象 有383户 1258人的老姆登 竟然有近50家客栈和餐厅 一半村民从事旅游相关的工作 今年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 更多游客来了 火爆的不仅是客栈 也带活了几近凋零的民族文化 才有了今天的老姆登之夜 希望我们通过做旅游 希望更多的村民 也参与到我们旅游服务行业中来 来参与到我们民族文化长城中来 通过这样的形式 更多的参与之内 大家都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 我们把我们的精神家园守护好 让老百姓们过上非常好的日子 非常好的生活 让路族的这种文化 让路族的这种精神代代传承下去